你好 欢迎收看航交论 我是杜珍琳 主板消费股的博马汽车 放眼在2022财政年 推动KIA和Perjol 个别销量达到1500辆 联昌国际团研究认为 博马汽车的销量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毕竟在疫情肆虐期间 KIA和Perjol的年销量 还是分别达到4000和1500辆 同时 博马汽车正在改善售后服务 重拾客户对品牌的信心 另外 博马汽车业也在讨论 本地组装KIA汽车的细节 无论如何碍于全面封锁措施 造成部分州属 特别是雪州经济活动受限 行家估计2022财政年 首级销量会相对疲弱 其他州的Inocom工厂 还在关闭状态 行家因此下调2022以及2023年的美股净率预测 幅度鉴于5-6% 维持增值评级 目标价下调至1令吉90仙 在准处下呢?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